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早上有提到 理智在能判断轻重缓急 那要学习理智 必须好学 所谓好学进乎制 这个好学 他来了解到 什么才是值得学的东西 假如他学错了方向 那不叫好学 那叫追求了 追逐 曾经我也接触很多 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也常常参加演讲 课程也非常的多 在这些课程上完之后 很多的人 他是遇到人就问 哪一个课程 你上过没有 我已经上过了 那上了课以后 最重要的是要断额 修缮 而不是到处炫耀 说哪一些课我上过了 甚至于还有证书 这样的学习态度 不只没有好处 还有坏处 要是为了所谓读书 自在圣贤而好学 而不是为了追逐名 追逐力 这样的动机不叫好学 而且当我们为了名利 而去学习的话 很有可能会遇到 错误的老师指引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十个人讲课 可能有七八个人 讲的是错误的思想 我们早上也提到了 本末不可倒置 一个人人生的经营 要从自我的智慧 自我的德行扎根 有德持有土 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财 有财持有用 这样才是正确的道路 现在很多的说法 刚好颠倒 得者是本也 财者是末也 他一开始就引领 大众 往名利的追逐 路上去走 像很多年轻人 一二十岁 卷入了这种名利追逐 去从事一些事业 去拉人头 自己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 很多社会的信用 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被误导了 觉得先赚到钱 就叫成功 他们把所谓成功 所谓受人尊重 就是有钱 先入为主 年轻人假如被误导了 再要把他拉回来 就不容易 我们曾经跟大学里的老师 做过交流 刚好 我去讲了 三堂课 每一堂课 是三个小时 题目是 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 如何透过传统文化的教诲 建立和谐的社会 当然 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道德 在课程当中 我们也跟孩子讲到孝道 讲到如何恭敬待人 学生的反应非常的好 虽然他们也算是 独生子女的一代 但我们也坚信 人之初 信本善 有好的缘分出现 都能点燃他内心的善良 记得我在 上第四堂课 上完课之后 学校发了一个聘书给我 聘我在他们学校 担任课作讲师三年 当学校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也觉得很安慰 因为这些大学生正只要面对社会 是否有健康的思想 会直接影响他往后进入社会的整个状态 学校的老师就跟我提到 他说我们真的是在保护学生 假如让学生听到不正确的言论 将可能误导他的人生方向 就有提到 有请一些在社会当中 生意做得还不错的人士 回学校讲课 其中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士上台来 就对底下的大学生说道 假如今天你想要有所成就 事业要有成 你就要了解 绝对不能重视道德 只要不杀人 不犯法 不放火 不犯法 什么事都可以干 当台上的人这么讲 台下的学生 响起一片掌声 这一位老师在底下坐得很不安稳 逐坐征战 他告诉我 给予大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 刻不容缓 因为现在太多的言论是错误的 而许多错误的言论 他很有可能讲了一百句话 有九十句是对的 十句是错的 而往往这样的错误思想 特别容易让人接受 除非他有学到经典的教诲 他已经了解人生的是非善恶 不然 纵使他是大学毕业 有更高的学历 都很难不被错误的思想 所误导 推行地址规 就显得格外的迫切 我在大陆期间 遇到很多人学过写法 来上完课以后 他都非常感慨 假如我早学地址规 我绝对不会陷入写法的污染之中 在写法污染的时候 六亲不认 伤透了父母的心 假如他学过入则孝 又怎么可能会被误导 在这个时代建立理智重要 必须先耗学 后学的方向 在大学里说的 明明德 清云 止于至善 我们时时想着 要成就自己 利益他人 就不会陷入一种明文立雅 五欲六成的追逐当中 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喜欢看书 他看的书量远远在我之上好几倍 他在小时候 就大步大步的心理学在看 那个时候 我还在那里打弹珠 还在那里 控头油 现在想想 还有点赛翁失马 焉知非福 因为我真正开始 读书 下定决心好学 就是接触 圣贤的经典 在短时间几年当中 对于做人处事的纲领 时时都能提起来关照 不会混乱 而我这个朋友 接触的书籍太多了 每一个人写的角度都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看法 他越看越模糊 往往面对一件事情 这样想好像对 那样想好像也对 常常在那里 犹豫不决 就来找我讨论 我马上就举着几句 圣贤金句 圣贤的理智 对他说明 一讲就解决了 你这理智提起来 就没问题了 他对我讲 他说李旭 我的脑袋 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 他在那里也常常想着 我们敏兰话说 很吓头的啦 明明不爽 这么钻牛角尖 但是又止不住自己的念头 太复杂了 这位朋友 一个心理学家 写了 他四十岁写了一本书 然后六十岁又写一本书 有关教育小孩的书 你要看哪一本 四十岁的 六十岁 为什么要看六十岁的 活到六十岁比较有经验的 那四十岁的人呢 四十岁比较受过社会的污染 那讲得这么讲 那人都白活了 两个讲得都好像有道理 有没有 四十岁比较没受污染 没错啊 六十岁好像比较有经验 也没错啊 但没受污染 不代表有智慧啊 只是比较单纯 但是人不学 不知道 不知意啊 那六十岁活得比较有经验 那我们要思考一下 人假如没有开智慧 活得越老 执着越深 越顽固有没有 对啊 正使你看了他六十岁的 他也确实满努力 在积累经验 那也只是他一个人的经验 他一个人的经验 可以把教育孩子方方面面的事理 都掌握到吗 在心理学的范畴当中 有很多的作者 他六十岁出一本 很可能八十岁又出一本 那你要看哪一本 队长为 更有经验 讲起话来还可以 这一个问题嘛 在我的看法 然后八十岁写的 里面有一句话说 我六十岁的看法 错了 诸位朋友 你一定要看我八十岁的 然后你走到他面前 说老兄啊 两二十年前 我用你教我的方法 教我的儿子 现在你告诉我 错了 那我情何以堪啊 我教孩子能从来吗 而孩子的思想 不只影响他一生 还影响他往后的子孙 假如你的儿子 又去当小学老师 那不就断人会命了吗 那就很严重了 我们抉择要有智慧 抉择要看的书籍 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首先所谓刚举目章 要读的就是 做人做事的刚灵所在 这样的书要赶快看 你就会判断 一会判断 面对知识 你才懂得取舍 懂得谁是谁非 不然会搞得头脑乱七八糟 就好像我们早上提到 让孩子做家事 还给他钱 对不对啊 这本书是畅销书呢 人要有理智判断 当初有一位官员 遇到老子 他有两个儿子 他就对老子说了 说我有两个儿子 不知道以后要靠谁 您可不可以帮我判断判断 老子说好 他从身上拿了一把钱 放在桌上 开始对两个儿子说道 先对大儿子 大儿子比较憨厚 头脑比较没有很灵活 二儿子聪明伶俐 有时候还会讲很多好听的话 让父母很欢喜 各位朋友 你假如有两个这样的儿子 你会疼哪一个 很有可能疼小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连续剧 他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老二从小很会读书 最后还出国留学 老三成绩不好 只读到高中毕业 各位朋友 这个母亲最后靠谁养 你们怎么这么有经验 当老子对着这个大儿子说 你只要打你爸爸一下 这所有的钱都是你的 这个大儿子虽然脑子不灵活 但是很憨厚 做人怎么可以打父亲 怎么样的利诱之下 死都不肯 老子看 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接着就 看着二儿子 然后对他说 你只要轻轻打你父亲一下 这些钱都是你的 而儿子看看父亲 看看钱 过来 走过去打他一下 马上把钱收起来 然后笑得很开心 因为赚到钱了 老子对着他父亲讲 你知不知道要靠谁 靠谁啊 靠老党 现在我们为人父母 在教孩子自私自利 时时想到自己 不教他憨厚 觉得憨厚出去会被人家欺负 有没有 都教他厉害 都教他只想自己 不要替别人着想 人家打你 你就把他打回去 这种教法 我还听了不少 我对这样的家长说到 我说你教他 人家打你 你就打回去 他慢慢暴力倾向就很严重 当他暴力倾向形成了 请问那一个拳头 最有可能打到谁啊 打到谁 离他最近的人 当来是进水楼台怎么样 拳头一定打到他 不然打到谁 要冷静 果不其然 他的小儿子很聪明 后来去做生意 早就离他几千里远 使大儿子 侍奉他到终老 当他去世的消息 传到了二儿子的耳中 二儿子想了一下 我这么来回啊 还要十多天的路程 又要让我少赚多少钱 二儿子 二儿子连最后帮父亲送终 都不肯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例子 会觉得这个二儿子很过分 但是当我们理智不清楚 往往往二儿子就是我们自己啊 教出来的 要会判断 这一些书籍的教会 是否正确 我们地主规 有没有叫人 要自知自立啊 财物亲 愿何生 言于人 愤自明 能够掌握地主规的纲领 那才是具备判断正邪的能力所在 在人生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抉择 包含 择友 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教过孩子 如何选择朋友 有没有 这个要不要教 小孩子从初中以后 影响他最大的人 很有可能是朋友 你看五六岁的时候 都是我爸爸说 小学的时候都是 我们老师说 上了初高中以后呢 我哪一个朋友 哪一个同学说 受到同才的影响 就要懂得择友 很多父母也常常会担心 我的孩子 以后出去 会不会被带坏了 会不会被坏朋友影响 有这个担心的举手 好 请放下 来 担心的状态理不理智 你看 你看我们在担心的时候 谁得到利益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利益 这种事要不要干 但这种事我们常干 而当你在忧虑当中 你说我都自己在想 自己在担心而已 我都不影响别人 有没有可能 我们回想一下 你小时候妈妈心情不好 你知不知道 不讲都知道 住在家里 每一个人的心情状态 情绪状态 都可以互相感受得到 当一个母亲不开朗 常常烦恼事情 她的孩子个性也很难 很乐观 你们注意去观察 当母亲常常是烦恼 孩子出去可能会被人家带坏 她的孩子也同样会担忧 同样会感受 母亲的这一个烦恼 搞得家里面紧张嬉嬉 那也有家长 我们在教这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她又有另外一个烦恼出现 她说蔡老师 像你这样 像我们这种方式教孩子 孩子出去社会 会不会被人家欺负 有这个担心的举手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告诉你 这一句话绝对不在经典当中 经典绝对没有这种 是是是而非的言论 你要会判断 不然 脑子都会搞糊涂 人善被人欺 能欺多少次啊 不经一世 不长一致嘛 而且啊 人生很多的事 都不是偶然 当我们面临逆境 就当作 是还在想 学到一次经验 往后不再重蹈覆策 他是不可能 再受第二次骗的 因为 当他 学习了这些经教之后 他自然而然懂得啊 什么样的人 可以亲近 我们第一次规有一张 亲人 同事人泪不起 留俗众人者兮 果人者人多味 言不会色不媚 他会懂得选择 什么样的人 值得亲近 什么样的人应该 敬而远知 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 从我个人的人生 来思考 我毕业至今 已经十一年了 到目前为止 在十多年的 社会经验当中 我还没有被人家欺负过 那很多家长的烦恼是什么 是多余的 不能随顺自己的想法 要用理智 要用经典来关照 经典告诉我们 人以群分 物以 类聚 所以你儿子是好人 他会跟谁在一起 好的朋友 而且诸位朋友 你自己冷静去思考一下 当你的人生 在某段时期 提升的特别快 你的朋友 也会跟着怎么样 境界不同 当我们的水平比较低 在那一个时期的朋友 就是 狐群狗党多 确实 很多的境界 都是我们自己 引过来的 你的心善 引来就是善人为伴 心贪婪 引来的都是 牛鬼蛇神 要根据经典来思考 才理智 而我从我的外甥 身上也体会到 一个道理 他的母亲两三岁 就开始教他学弟子规 而且是不只读啊 还一句一句 讲解给他听 提醒他 要 落实 要实践 刚好 有一天 跟着母亲一起 到 社区里啊 跟其他的 小朋友 互动 一起玩耍 当他看到 别的 小朋友啊 开口骂人 动手打人 他会马上 拉拉他妈妈的手 说妈妈 他不可以乱骂人 他不可以乱打人 他为什么会判断 因为 因为 当你教他 孝 是善 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恶 知不知道 没有这么难 你们不要被我吓了 虽然我实在太狡猾了 不孝 是恶吗 当你教导他 尊敬长辈 带人 功迁 是善 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恶 他不剃就是恶 他不剃就是恶嘛 当他知道 爱护他人是善 他也同时了解 不爱护他人 欺负他人是恶 你明白告诉他什么是善 他同时能判断恶 这个叫达到善恶 分明 我们身旁 有没有恶人 有没有 作恶之人 你身旁有没有 都没有啊 哇 你们已经契入大同世界了 恭喜恭喜 好现象 难免 还是有一些作恶之人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受他影响 因为你会判断 你会敬而远之 你善恶分明 所以善恶分明的人 纵使遇到不好的缘 他也懂得避开 他不受影响 你要去期望你的孩子身旁 连一个恶人都没有 那不可能啊 我们要了解 宇宙间一个真相 任何的道理 都不理这三个字 万法因缘所生 因缘果 有一棵榕树的种子 是因 要加上什么缘 才能够成长 才能够开花结果 什么缘 这个假如叫学生来打 一定打得很好 阳光 空气 水 土壤 生命三元素 他只用在生物考试上 他很难用在 人生待人处世的分辨上 有这样的缘 有这样的缘 而且这个缘 还要都具足哦 才能达到结果 那我们看到 当一个人 善恶分明 纵使遇到不好的缘 恶缘来了 他也不会结恶果 因为要有恶印 恶缘 才结恶果 有印 无缘 不结果 有缘 无因 你有所有的条件都存在 有阳光 空气 水 但是你却没有种子 也不结果 我们的心中没有恶的念头 纵使身旁有很多恶人 也不会招来恶苦 我曾经看到一幕 有一个母亲 接到警察局的电话 说他的儿子犯了很大的罪行 请他到派出所来关心一下 他接到这个消息 很不能接受 他说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我儿子 我儿子不会干这种事 当他走到警察局 推开笔路式的门 看到坐在桌子前的人 就是他的儿子 本来是说绝对不可能是我儿子 突然改口了 都是被那一些朋友带坏的 各位朋友 假如你看到这一幕 你体会到什么 第一个 孩子变成这样 他了无所知 我们深思一下 您的孩子 现在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每天在做什么 你了解吗 第二个深思是 真正遇到这么重大的事件 这一位母亲 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推给谁啊 都是被那一群朋友带坏的 从这一个动作来看 他能不能交出很有责任感 很勇于认错的孩子 不可能 他时时都示范 推卸责任 给孩子看 我们教孩子 最重要的一点 要教导他 善恶分明 当他善恶不分明 他有可能是社会的负担 我在接触很多家长的过程 有时候 高学历的家长 不一定重视孩子的德行 有时候 他学历很高 他不觉得 老师懂的教育 比他多 反而是很多 劳工阶级的家长 他虽然学历不高 但是 对老师很尊重 常常会说 老师啊 你尽量教训我儿子 没关系 欲不着不成器 好好呢 多教育他 多处罚他 没关系 而我最害怕的 就是 这个孩子 成为社会的负担 我不希望 他能给我赚多少钱 我只希望 我这个做父亲的 不要 让这个社会 增加一个 负担就好了 我听到这样的话 都会很感动 你看 你看这一位父亲 还时时会想到 不能 造成社会的遗憾 应该 造成 社会的利益 才对 我们 我们从 刚刚 这一位母亲的事例 来深入思考一下 不好的朋友 是缘 真正结这个恶果的因 在善恶 无法分辨 善恶 不分 这才是根源 所在 当他学会 地址归了 他就懂得 选朋友 懂得 善恶判断 这一个朋友 地址归 能够做到 几层 就值得教了 诸位 朋友 你觉得 做到几层 就可以教了 三层 好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来 你做到几层 有一个朋友 他回去 认认真真 把地址归 从第一句 看到最后一句 看完以后 他对我们说到 我地址归 才做到一条 哪一条呢 变尿回 择净手 这一条真的落实好了 我听到这一位朋友 讲这样的话 我很佩服他 你看到他有什么特质 言以律己 他不会 站在模糊地带 好像做到 好像做到 没做到 他要求自己很彻底 没完全做到 就不算 这样的态度 他学地址归 相信会学得比别人 成长得快多了 因为他诚实地面对自己 我们要看到他的优点所在 现在这个时代 诗教太多了 好几代 只要这个朋友 他有悉胜悉贤之心 只要他 实时发现过错 都懂得 改过千善 就相当不容易 而且 当你送他地址归 他能欢喜接受 他能依教奉行 这样的朋友 就很难得 这一本地址归 可以是照妖镜 不只选朋友 还可以选什么 老婆 你怎么想这么快呢 顺序搞清楚 他会选择朋友 也会选择老婆 因为在异性 朋友当中 他就懂得去判断 再来选择合伙人 选择你往后的 企业同伴 不然你跟他合作 到最后他 捐款潜逃 你几十年的努力 化为乌有 你的合伙伙伴 事业的 也要会选 再来 选配偶 这些都要 透过我们对 善恶的认知清楚 地址归就是照妖镜 你们以后不要 每天拿着一本地址归 然后这样照 要照别人以前 先把自己照干净 其实人假如有悟性 你每天接触人事物都会开悟 我就记得有一次 看一个电视广告 有一个新的军官上任 抬头挺胸 雄啾啾气昂昂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走进厕所 刚好另外一位老军官 正在刮胡子 这位新的军官上完厕所 与这个老军官 同时站在流理台 镜子前面 他就对这个年轻的军官说道 要刮别人的胡子 先把自己的刮干净 这一句话很有味道 文语里面说 其身正不吝而行 一个领导者自己先坐好了 上行下校 你不命令属下 他赶你的榜样 赶你的德行 他很欢喜地跟着你坐 你孝顺父母 他也孝顺父母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我们自己都做不好 要求他 虽然你用威势压他 他不服气 迟早会阳奉 阴违 要求别人以前 首先要求自己 而非常奇妙 当你首先 言以律己 你不止 不会很难受 你会觉得 得日进 过日少 常常有发喜 一个人 修学学问会痛苦 那是不愿意改过 有改过的话 就好像 你本来背了 很多的垃圾 背在肩上 现在呢 慢慢丢掉一些 丢掉一些 身体越来越什么 轻松 那才是 圣贤君子的日子 这一包垃圾 就好比 我们几十年 所积累的坏习惯 人为什么 背着垃圾 还不愿意把它丢掉 因为他没有清楚认知 这些是垃圾 很臭 在染着我们的生命 他还没有懂 真正懂了 下一刻想把它怎么样 扔掉九霄云外去 假如 我们没有认识清楚 就好比 认贼 做妇一般 谁是贼 烦恼是贼 坏习惯是贼 还没认识清楚 每天跟他相依为命 对别人还说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你拿我怎么办 劝都劝不听 突然有一天 把道理搞清楚了 下一刻绝对不愿 再任贼做妇 有没有人 背了一包垃圾 三十年之后 有一个智者老者告诉他 这一包垃圾 是致癌物 很臭 你一看 哇 真的很臭 然后突然又想 这一包垃圾已经跟了我三十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 跟了我三十年了 跟我也颇有感情 舍不得扔 有没有人干这种事 有 不要干了 好 要懂得先从自己开始修盛起 理得心安 人真正道理明白了 该舍的东西 他会义无反顾放下 心里很安心 心里很安心 人生越走越自在 越充满发喜 好 当我们拥有了理智 就能够去辨别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男 这个入错行 不只是选择一个行业 他还直接 可以思考到 你跟对了领导人 才会有长远的发展 那你也要懂得选择 好的公司领导人 去跟随 同时要会看人 俗话说 可以不是智 不能不是人 不是人很可能一辈子都遭殃 那女怕嫁错男 也是同样懂得判断人的好坏 好 诸位朋友 你有教过你的孩子 如何选择配偶的举手 好 这么少人 假如你的女儿嫁错了 能不能怪他 不能怪他 他没判断力怎么选对 假如你的儿子娶错老婆 能不能怪他 不能怪他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男孩子选老婆 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你看他从小接触 电视影集里面 每一个女主角长得怎么样 都长得身材很好 脸蛋很漂亮 那就变成他潜移默化 找对象就是找这样的 都不用有人教他 他就往这个方向走 一个男人 只要好色 这一辈子 能不能有成就 太难了 你看我们历史上 所有亡国之君 一定有一个特色 是什么 好色 现在 社会当中很多的价值判断 都有所偏颇 我们为人父母要警觉得到 我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六年级写文章 不知道什么题目我也忘了 里面刚好写到一段 如何找太太 我在上面写了好几行 写到一定要孝顺父母 一定要很节俭 一定要很勤劳 一定要 反正写得很长 我也忘记了 结果我的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 走过来跟我讲 他说啊 你假如这样找老婆啊 可能以后都找不到啊 我那时候才小学 为什么有这一些标准 谁的影响啊 母亲啊 有一个好母亲 儿子找对象 不会偏差太大 假如母亲 常年啊 常常不在家 常常穿得漂漂亮亮 每天出去玩 你看你孩子找对象 会找什么对象 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 跟他父母要出游 他的妈妈 口红啊 妆上得很浓 突然他的孩子 对他母亲说 妻妾切记艳妆 因为《诸子之家歌》里面有一句话说 同仆勿用俊美 妻妾切记艳妆 太太化妆不要化得太浓 他们夫妻两个相视而笑 然后妈妈走进房间去 把妆呢 化淡一点 这样的父母 这样的父母代表啊 有智慧 只要孩子是说的是对的 纵使他年纪小 我们也应该接受 应该反思 中国重要的经典 五经 诗书 礼 义 春秋 这五本经典 第一本 诗经 孔老夫子非常赞叹诗经 能够把诗经里的义礼领受来 这个人为人处事 温柔敦厚 而诗经第一篇文章叫官居 官官居鸠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穷 这一段文章 其实他的深意 是在描述周文王 与泰士之间的夫妇情义 为什么把官居 是提到一种鸟类 这一篇文章放在手边 它一定有它很深的含义 鲁家的教诲 手中轮场大道 而五轮关系 最重要的是哪一轮 是夫妇 它是五轮的根本所在 有夫妇关系 才会延伸出父子兄弟 那选择对象 就显得额外重要 窈窕淑女 所以窈窕 是选择太太的标准 什么叫窈窕 我在一个初中演讲 有一位女生 女同学举手 身材较好的女性 叫窈窕 整个意识被怎么样 扭曲掉了 不是外貌 窈窕是指 有贤德 有德行的女性 现在很多圣贤的意识 我们要赶快把它导正 追本溯源 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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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